诶 还说不是上 哇 列铃声不够乡吐了 好 来 第一题 它说 把工作表1的标签名称 改为制作表格 这四个字 所以标签的色彩 设定的黄色 好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底下 我要考虑到后面同学 说要把画面稍微塌上去一点 好 这样子 来 各位你看一下 这边它指的是标签的名称 来 标签的名称 工作表1 它你把它改名为制作表格 那为了让各位的不要 花太多时间打字 我们直接把这四个字 copy 起来可以吗 好 来 那你把第一个点一下 因为它是你把 因为我有跨栏至中了 就是我有把它合并在一起 你直接点它就可以了 以后各位呢 这个格子如果要把两三个合并在一起的话呢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要把这两个合并在一起 你就把它选起来 把范围选起来 然后你要把它合并的话 就选这个跨栏至中就可以了 它就会合并在一起 这样知道吗 然后它跟过的比起来它比较方便 你按一下它就是合并在一起了 对不对 再把它点一下它又还你了 但同时 它只是一种按钮的形式 就可以完成合并了 好 那现在呢 我们点到上面这一格 点到上面这一格 目的是因为它的智慧保 它的智慧在我们的这个资料编辑里跑出来 对不对 各位呢 这样比较好选 因为你可以直接在上面选就好 把它选起来之后呢 Ctrl加C 复制 各位要记得 Ctrl加C这个很重要 这不管在什么软体都适用 唯独在Mac好像不适用 Mac那个跟那个 比较不强 所以制作表格选起来之后 Ctrl加C就可以了 好了以后呢 我们直接到底下去哦 在下面哦 各位直接把工作表1 这个名称点两下哈 你看到它仿白的时候啊 就Ctrl加V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就很简单 把它贴上 然后按Enter就好 按Enter就可以结束 所以这个呢 第一个名称就换过来了 各位注意哦 你将来在公司 他可能会要求你就是 公司希望说你做报表 像我有学院 他在公司 他在做报表 他就把12个月 每个月一张工作表 每个月一张工作表 对不对 那不管 基本上记得工作表的名称 他不会让你重复一模一样 知道吗 一模一样 他在计算上 他在跨工作表计算上 会出现错误 所以他觉得不可能让你一样的 OK 所以如果你竟然可以两张表 做一模一样的名称 他又没有警告你 他叫我去看 我偷偷了 我看过两张表 可以一模一样的名称 因为他会警告你 如果他没有警告你 那就有问题了 懂我意思吗 对 他一定会至少在外面挂胡 写一个2或3这样子 因为他会自己 基本上他会警告你 他希望你说呢 你就算用复制的 他一定也会在后面 加一个流水 这样懂 对 所以公共助表绝对不可以一样的名称 好 接下来我们看说呢 他的标签要改为黄色 所以呢 滑鼠在上面右键点一下 有一个标签色 有没有 标签色顺着他过来 你选黄色就好 这些动作呢 在后面 各位考认证考试的时候 他好像会有一些动作 会做到这些动作 好 改标签名称啊 改那个标 改那个工作表的名称 这都是基本的 一定要会 黄黄的这样子 好 再来他说呢 请 增加一张工作表 标签名称 把它改为 制作表格2 有没有 好 同学 注意听哦 增加跟copy是不一样的 听懂吗 增加一张工作表 指的是增加一张 空白的工作表 如果你是要复制的话 复制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工作表里面的内容 会一模一样 再去改成你要的 就叫做复制 那如果是增加一张工作表 通常代表是开新的工作表 全新的 所以呢 这两个呢 我们都告诉各位怎么做 假设呢 你呢 按照我们现在的提议 是要新增一张工作表 对不对 那很简单 按这个加号就好了 你看一下 你把它按一下加号 它马上 马上的 给你一张新的 有没有 好 它请你呢 把它加上02而已 对不对 所以把它点两下 把刚刚的名声再贴上 加上02就可以了 加上02就可以了 这是全新的哦 空白的 对不对 如果是复制的话 复制的话 比如说我这张工作表 跟我下一张工作表 几乎一模一样 只改一些东西而已 那我就建议你用复制的 来 那么呢 比如说我们多增加一个动作 我们把第一张工作表 copy到最后面去 我们现在把第一张工作表 我们把它copy到最后面去 好 来 请各位注意看 法属呢 放在第一张的工作表的标签上 第一张哦 这是制作表的这一张 法属呢 放在标签上 好 各位有没有跟上来啊 有 有哦 好 右键点一下呢 其中各位就会找到一个 叫做移动或复制 有没有 这个方法是较慢写法 待会我给你较近 好 这是标准的方法 移动或复制 来这样的题 好 啊 他会问你说 因为呢 他可以复制到别的档案去哦 他现在可以 他可以跨档案复制哦 如果你有同时开其他的档案的话 可以copy到 把这张工作表 copy到其他的工作表去 好 其他的档案 所以如果你有开其他的档案的话 这边打开 你就会看到其他的档案名称 好 现在我就有开这一个 所以就选这个就可以了 好 我们要copy到最后面 所以选移动到最后 移动到最后 同时因为我们是要复制 所以请各位要记得建立副本 这样了解了 好 我们按确定就可以了 好 各位有没有看到 他呢 就自动copy一张 一模一样的哦 一模一样 而且他为了名称不要重复 他会挂胡写一个挂胡二 有没有 你再自己去改成你要的名称 这样你要改了 那么我刚才讲说 我要教各位比较更快一点的 那很简单 更快怎么做呢 好比说我要一样 我要把这张表格 copy到最后面去 你要先点一下这张表格 好 点一下第一张了吗 然后接着呢 请你按住Ctrl键 Ctrl键 按住不要放哦 好开始 按住Ctrl键不要放之后 把这个标签按住哦 按住左键 往后拉 一面拉呢 你会看到一个小三角形在跑 有没有看到 一直呢拉到最后面 记得滑鼠先放 看到结果出来了 Ctrl键才可以放开 知道吗 有哦 如果没有成功 你看你是否按错键 因为Ctrl键跟 Shift键跟LT键都搞在一起 有没有 他们三个是邻居 你要按住Ctrl键 不是其他键啊 各位呢做好 关心一下隔壁 好 如果你看他按住Shift键 按住LT键 越跑Siren 大家看着你的时候 再规劝他 按哦 滑这个按住什么键 先按住 你确定按住了 再去移动 再去用滑鼠 这样知道吗 有时候哦 我们人的触感 并不是那么灵敏 你以为你按住卡 不错了 按住了是LT键 不一定了 了解哦 好了 这样会复制了 这个很重要啊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跨 就是同步的制作 那个我们后面再讲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先赶快的把第一题结束了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好 等一下 他的标签色光被设为红色了 好了 他把标签色设为红色 刚刚做的那个 全新的那个 好 OK 好 现在呢 我们呢 第一题完成了哦 接下来呢 第二题 第二题是说啦 他说 请依设定要求 来完成下列的表格 这个就是模拟假设啦 我们今天呢 已经把这张表做好了 资料都输入好了 那我们想要把它呢 设定成像右边这样啊 各位 右边这个就是答案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很漂亮 有没有 哦 做亏心事的 不要出去我了 不要给我PASS 好来 看一下 怎么办呢 怎么设定呢 来一步一步来 第一步 他说啊 请你把标 表格的总标题 文字设定为二十几 字形标改体 颜色红色 而且哦 A8到G8 要做跨栏至中 简单的来讲 就是合并 合并储存者 来 我们先做一次 先把这个范围 A8到G8 选起来 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呢 到上面 请各位呢 选跨栏至中 点一下以后呢 标题就跑到中间来了 有没有 这各位将来在做表 在公司做报表 经常用到 好啊 我跟你说哦 将来各位 如果你们要做报表 像这一种的标题哦 你先不要做 我会建议各位 因为你可能底下的表格 底下这些报表 底下的这张表 你可能会做排序 做筛选对不对 有时候你上面 有这个标题会提到 它会不让你做筛选 做排序哦 要注意 所以通常 我建议各位 底下的资料好了 你顶多就是往上插 往上插入一个新的 做什么 再去做标题 我是这么建议啦 了解哦 OK 来 然后呢 接下来 我们一样是选到这一格 他说呢 二十级大小哈 来 我们设定了二十级 这对各位来讲 就好像吃乳酪饭 一样的简单 好 来 二十级大小 变大一点 然后呢 标凯体 颜色是红色 颜色 红色 标凯体 来 标凯体 OK了 这么简单 然后呢 第一题就做完了 所以你呢 有没有跟我一样 有 再来 请各位把表格范围 第一个 他说不含总标题 所以上面那个一 上面这个跨栏之中 这个就标管他 他说呢 请把表格范围设定为 蓝色的细时线 里面的了 蓝色的细时线 外框线是暗红色的细时线 好 来我们开始做 第一个 请各位把范围先选起来 从部门开始 从部门开始 选到我们最右下角的这个 你要拉的也可以 或是用shift的键来配合也可以 好 那么呢 滑鼠直接在里面就好了 不要移出去 你选完之后 滑鼠一进去 好 右键点一下 请你选什么呢 储存格格式 储存格格式 好 储存格格式呢 他要打开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表 这个呢 请各位呢 注意一下 好 我们到外框这边来点下去 外框这边 好 在外框这边以后呢 他跟你讲 第一个 我们先做内框线好了 内框线就是蓝色的细时线 来请看 先选到细时线点一下 好 我的游标把细时线点下去一下 蓝色 在色彩这边点下去选蓝色 最后 细时线 请你选内线 好 这样就好了 好 看到了 他要泡出来给你了 再来 暗红色的 好 暗红色的初时线外框 好 来 一样初时线呢 请你选最初的这一个 这一个 然后呢 暗红色 蓝色彩按下去 请你选暗红色 好 最后呢 请你按一下外框 好 他已经做好了 好 有没有 OK 都画给你看了 好 请按确定就可以 OK 阿利亚蛋白这些青菜 就在这样子里 取消选取 好 这样子我们第二题就做好了 所以以后各位记得 你们报表做完 要印出去的话 好 甚至于是要把它存成PDF的话 外框线内框线要设一下 不然你印出去你是看不到框线的哦 除非 你把它设定成表格 要另当别论 因为他可以快速的帮你 把他格式化成表格 那个我们后面会讲到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没有做 那你纯粹只是外框线内框线去设定 还是要做一下 否则基本上到时候印出来 是看不到这些线的哦 再来第三题 请你把表格的第一列 也就是标题列 注意哦 他说请你用双线的线形 颜色是绿色 双线线形 在第一列的下方呢 用双线线形 颜色是绿色 以绘制框线的方式啊 完成单一线条的绘制 说这样热热的哦 来我们看我们的题目 范例的答案就知道了 这样啦 有没有看到 第一列的下面是不是两条线 他问你啦 这两条线要怎么画 他主要是问你这两条线要怎么画 所以呢 这个比较特别 这个并不是针对内框线 也不是针对外框线 这个呢 主要是只针对局部的部分而已 所以像这个到底要怎么做呢 来各位 这个比较特殊一点看一下 那么呢 首先我们先把范围选起来 然后把范围选到 这是第一列 选到第一列就好了 他说这一列的下方要变成双线绿色的 双线 然后绿色 来各位 范围先选到 滑鼠放在范围里面 不要跑掉 滑鼠放在范围里面 随便哪一格上面都可以 只要在这个绿色的范围 在这个选到的范围内 右键点一下 储存格格式 储存格格式 打开来 储存格格式 好 同学呢 注意看 我们先看预览窗 先看预览窗 现在各位所看到的 这一个范围 就是指第一列的意思 所以我们是哪个地方要双线 各位知道吗 底下这边要双线 这边要双线 所以呢 关键就在于这个按钮 关键在这个按钮 好我已经提示给你看了喔 来各位请开始说 试试看 我一定可以提示讲 我一定可以提示 这个按钮很重要 这一个 因为这个就是可以控制 底下这条线 好 所以请说呢 做做看 30秒 想一下 绿色双线 所以到时候 你一定要在那个预览框里面 的下面 看到它的确有双线了 才可以按确定喔 想一下喔 想一下喔 左右邻居 互相帮忙一下喔 现在互相帮忙啊 为未来的认证打下 合作的基础 一定要看到那个预览框的下面 有双线双线 双线绿色的才算喔 你做好了 关键一下关键一下隔壁 需不需要你的帮忙 好 OK吗 好 我们做一次喔 第一个 先选双线 没有错啊 先选双线 记得 它的方式就是先选样式 再点色彩 去选绿色 好 那我们说关键在这个按钮 我们不断的强调 这时候呢 上面这三个什么外风内空 你都不要管它 你就是直接把注意摆在这个按钮上 下面这一个 我们刚刚强调 这个你就把它当做是第一列 第一列的下方要双线 所以对过来就是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是最重要的 你把它点一下 有没有 是不是就跑出来了 万一再点一下就不见了 好 没关系 它就是一个切换按钮而已 再继续点一下 它又跑出来了 好 一定要这样子看到才算OK 按确定 好了 好 同学 它青菜捶说才掉嘴 你看双线是跑出来了 好 这样我们这一集就完成了 这样会了 好 接下来把刚刚的那个那一列 你才刚做好的那一列 顺便上个颜色好不好 青色辐色五较浅百分之八十 找一下是哪一个 好 不然我要先选到 好 选到以后呢 青色辐色五较浅百分之八十 往上看啊 在字型里面有一个油漆桶 有没有 油漆桶的旁边啊 这个箭头点下去 青色百分之五较浅百分之八十 那应该好像是这一个 好 你滑鼠放上去呢 它会跟你讲 这个叫青色 苦色五较浅百分之八十 那没错就是这一个了 上颜色比较简单啊 上颜色比较简单啊 还钉下去就可以了 把它点下去 好 就变蓝蓝的 有没有 好 这一题的最后 没有最后 没有还有 来第五题 第一栏 也就是部门的资料的这一栏 请你填上黄色的 黄色的 黄色的 网底 所以呢 请各位从行政部 一直往下选到 人力支援部就好了 那个部门这两个字 已经有有颜色了 就不要管它 好 请各位从行政部 一直选到人力支援部 好 放开 请你呢 往上找黄色的油气筒 好 在油气筒旁边啊 点下去这个箭头 直接按黄色就可以了 好 非常的简单 这样子呢 我们的上色的部分就结束 这种啊都是属于视觉化的展现 也就是说 把一张平凡无奇的一个报表的范围 我们怎么样让它做的更视觉化 更有可看性的意思 所以呢 嗯 嗯 基本上 当然这些是可有可无 如果你觉得说 啊不需要 反正我资料 表格做好 就可以了 好 那也OK 啦 那我们说这些东西的设定 格式化的设定 让你的表格更具有视觉性 好 来第六题 他说呢 请各位把表格数值的范围 不含合计栏 不含合计栏的意思也就是说呢 从交通费开始一直到出差费就好了 从交通费选到出差费就好 他说哦 在这个范围内只要是小于五万的 五万的把它变成红底白字 好同学小于五万有没有等于啊 没有哦 就没有等于哦 小于五万的数值用红色做填满白色的字 简单来讲红底白字 来看一下 这时候就带有条件了 这种叫做条件化格式化 好 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好我已经把关键字讲出来了 所以你把范围选起来以后呢 到上面找 在这边有一个格式啊 样式这边有没有 样式的这个面板里面 找一个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告白点把它点下去 好 第一个就是了 第一个醒目提示 红底白字这算醒目了吧 所以呢就在第一个 你滑鼠放在第一个项目上先啃 右边啊会跑出一排 再慢慢的移过来 各位请你选小于 啊老师万一到时候有小于等于那怎么办 有没有 那我就建议那就不用选这个没关系 你可以选下面 那个其他堆者也可以 相同吗 你选小于的话 它是直接引导你到小于那边去做比较快 好你按小于 好有没有就进来了 好 然后呢这边要打多少 五万 对 条件就是五万 注意 你打数值就好 前面的nt dollars不用打 前面的那个新台币符号都不用打 知道吗 直接直接打数字就好 五万 好 要红底白字 各位注意哦 格式在后面 小于五万的要变成什么呢 显示为把后面这些栏点下去 各位你找一下有没有红底白字 没有对不对 所以麻烦各位选最下面最下面那一个 叫自定格式 自定格式 哦 来同学跑出来了 怎么看到 他就跑出这个 让你设定 来请问一下 红底白字怎么设 字型要设怎么设 白色 所以你在字型这里 右下角看过来 色彩点下去 先选白的可以吗 白色 红底在哪里 红底指的是填满 所以请问到填满的标签点进来 请你选红色填满 这样了解了吗 哦 这样就是红底怎么样 白字哦 那各位呢 检查一下字型的确是白的没有错 填满的确是红的没有错 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们才按确定 哦 OK 你看 他已经秀给你看了 有没有 哦 按确定 这样子 有没有问题 这些就是代表什么意思 超过了 哦 啊 效于啊 不是超过了 效于五万的 哦 哦 这几笔费用 这几笔费用 好 那最后一题 同学 他就等于了哦 他说哦 一样是这个范围内哦 一样是这个范围内哦 这次要改为大于或等于十万哦 12345没有错十万哦 如果有大于或等于十万的通通用绿色填满 然后呢 黄色的字 绿底黄字的意思啊 来 一样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合计不要做哦 合计不要选到哦 合计的话是一定超过的 所以不要管他 哦 一直选到出差费就好 同学 这次是要大于或等于哦 来 那么呢 这个就要注意了 哦 来 我们看一下怎么做 一样呢 请你到设定格式化的条件进来 醒目提示 看过来这里哦 基本上这边都不是我们要的 你就直接按其他规则好了 最底下最底下有个其他规则 有没有看到 哦 有个其他规则 来 我们进来看一下 哦 这边就很简单了 来 各位请看 储存格的值 没有错 所以这边不用动它 中间看过来 大于有没有看到 点下去 请你选大于或等于 后面这栏点一下 打上十万 后面五个零 一二三四五 好 绿底 黄字 所以请过来按一下 格式的按钮 点一下 来 交给你了 绿底黄字 请把它设定一下 绿底 黄字 可以哈 填满这里呢 选的是绿色的 哦 填满背景是绿色的 黄字 黄字哦 所以字型点下去呢 色彩这里选黄的 哦 这样子看到了哈 绿底黄字 哦 所以字型是黄的哈 好按确定看看 哦 有没有看到 他这边就去预览给你看了 好按确定 有没有 有吧 哦 所以我们行政部门呢 每笔费用都超过十万 那天去吃倒了 知道吗 哦 对啊 封面就是在吃倒了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这一题就结束 哦 OK 所以这一种啊 就是说各位 将来一定要让你的表格 更具有视觉化 你还可以把条件加进去 让老板一眼就看到说 哦 那费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要不然通通都是黑字 你要让老板看这对数字 他就把这个灰进来 那你用颜色来区分 颜色管理这很重要 颜色管理 他马上 你刚才讲老板 红色的部分就是 哦 那个小于五万的 绿里白字呢 就是哦 超过十万了 老板看了一点点绿 这样子哦 好 OK 所以这种的话呢 就可以利用颜色来辅助 让你的表格更具视觉化 更容易就看得清楚 他的功用啊 仅次于图表 图表更清楚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 第二题的话呢 那么各位呢 第二题其实就比较简单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把它做一下 第二题它是说 请各位呢 把A32到G39的范围选起来 格式化为表格 听懂哦 同学 这一次呢 他要各位快速的把它变成一个表格的意思 快速的意思就是他帮你上色了 框性也都帮你画好的意思 所以呢 他要你套用表格样式中等深浅6哦 中等深浅6哦 来我们先把表格整个选起来 从部门选到我们的合计 怎么样可以快速的帮我们做这些格式化的表格呢 很简单 范围选到之后 直接到我们的上面来 同学在样式这里够看到 样式的念法 中间的这个按钮亮了去 请你帮我找一个 中等深浅6在哪里 这要会找啊 因为未来各位认证这个一定会做到 中等深浅6 这边有没有看那个中等深浅啊 哦6呢 1 这应该是1吧 1 2 3 4 5 6 这个中等深浅6 好 来调美去就可以了 哦 而且呢 他会先确认说是这个范围吗 没错 按确定就对了 哦 OK 这时候呢 他呢不只是帮你呢 都规划好了 有没有 而且在第一列还自动帮你出现 这个筛选的按钮哦 他很聪明 他想说你接下来应该会做筛选 但是呢 如果万一不要 现在我们题目就讲了 如果有自动出现筛选的功能 把它关闭 意思是说呢 这个按钮不要的意思 怎么把这个按钮关掉呢 来很简单 你到上面去看 哦 啊 记得哦 你的滑鼠一定要点在这个范围内哦 你不要点到外面去 点到外面去的话 上面就变了 你的滑鼠一定要点在这个范围内 表格的范围内 哦 他才会侦测到 上面 上面有没有看到一个打钩这边 表格样式选上这里 这个面板有没有出现 哦 通常如果没出现代表你的滑鼠跑到外面去了 有没有看到 哦 所以你的滑鼠要点在这个表格的范围内 然后把筛选按钮按掉 这样就可以了 嘿 什么问题 没有出来哦 好 我们先坐到这里 好 因为时间到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来我帮你过去帮你看一下 好啊各位要记得哦 好 好 好 大致于说 我们先休息一下 没关系 哦 好 后面那边的话呢 各位如果想要做的话 你可以先做做看 哦 那很简单 第二题很简单 等一下各位可以自己先做做看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马上回来 拿一下电子 好 好 好 속 好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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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